你 什么你 素素 素素 这我姐子 闭嘴 亏我给病人做完手术 立刻赶来给你轻声 被躲跟女人乱搞 素素 事情不是你想可以了 我还没想 告诉我 玩完了 素素素素 再给我一个机会啊 素素素素 我报警了 啊 素素 也不早点 大晚上还让我们来给他挖门子 别说做 人家乱打搞什么事 就这扔啊 有点可惜啊 好在是丞相敌女 丑是丑来的 毕竟是个臭 干脆我 打死了 鬼啊 鬼 哪有鬼啊 我吗 你才是鬼 你全家都是鬼 不对 我不是死的吗 这是什么鬼对吧 不对 我不是死了吗 这是什么鬼对吧 好怨 今天是你的妹妹病轻的日子 也不怕她看见了 我呸 看起来又如何 就那个丑八怪 真以为我会娶她呀 我的好怨 快 再让我亲两口 姐姐 三皇子 你们怎么能这么对 你们怎么能这么对我 妹妹 你醒醒好了 你就成全我们吧 我求求你了 好你个蛇蝎心肠的丑伏啊 你看你活得不耐烦了 你也必须教训你 走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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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气了 呃 前辈 原来你也是被渣男推倒撞死的 他才让你算同病相连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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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 既然我这二十一世纪医学博士都穿越到你身上 那这笔账我帮你算定 呃 呃 顺便也为我自己出口恶气 呃 呵呵呵呵 你可知名色的灵魂 心怀过 让 前 一刻心被 太柔 这具身体应该是长期间也要才这样 要报仇 看来还得先不会笑 喂 怎么回事 你快起来 你会压死我 你 你干什么 是唯一的语言 你想要我 别上你们 不行 万一他是什么大人 到时候查到我身上 岂不是完蛋 可 刚穿越居然就被占星 怎么也得给你个教训 虽然不能杀了你 但没收了你做完工具 让你这辈子都碰不了女人 这个 就当我救你的奖励 小这辈子 再也不定 小姐 找到厨房了 陈哥哥 陈哥哥 属下救援来迟 请王爷赎罪 我身间天边 那轮降落为我 是你救他 老爷 天文的蠢王在外争战 可是费了双腿呀 动则可是要杀人吃肉的呀 你让鸭儿嫁给这样的怪物 他他怎么承受得了啊 哭哭哭就这道哭 这可是皇上下之赐婚 人家让整个云家都陪葬吗 不好了 二小姐回来了 你说什么 这不可能 我经验他人还断气的 我也是你看错了 他根本还没有死 他回来的好啊 既然云苏没死 那干脆让他嫁给初王好了 胡说什么 这又是让皇上知道了 甚至只说嫁云家女过去 又没有指明到姓是谁 对 云苏反正也是被退了婚 就算不嫁 那也是没人要了 还不如让他贴奸奸嫁过去 不是说能给你女回来了吗 把他给我抓过来 我不嫁 又嫁 让云苏自己嫁着 你 你这个逆人 让你喜怒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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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严肿叫哗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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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严肿叫哗哗 没有 素素别怕 娘不会让你受欺负的 原来 被母亲护着的感觉 这样的好 我在你房间里好好待个 你来跟做什么 我滚 老爷 楚王他性格暴力 还是个残废 苏苏嫁过去 这辈子就完了 姐姐 话也不能这么说呀 苏苏她一个退婚女 嫁一个亲王 那可是天大的福气呀 这福气给你 你 你要不要放着 这婚事 你嫁也在嫁 我嫁也在嫁 我嫁你能拿我怎么样 再杀我一次吗 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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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了我关于台湾 不要我老爷 我求求你了 娘一娘 你不是一直想要正气之位 只要不让苏苏嫁给出啊 我 我自己吓她 娘 会吃个东西 人家还轮不到你来投家还价 我拉出去 还没有打 放开我 放开我 我不想你娘吃更大的葡萄 就赶紧点头 同意这么回事 放开我 放开我 老爷喝茶 放开我 老爷最近辛苦了 小小年姐却如此热毒 还我不打赫你 老爷 都不含笑 不要啊 人一气大 怎么样 考虑清楚了吗 以前 我是孤儿 如今有问题 更要好好护出 这份来之不易的情情 好好护 快嫁 不过 会有个条件 会有个条件 贱 别得寸进尺了 一个刚被退婚的丑八怪 嫁给王爷还不满足 看来姐姐也不 那不妨你自己去嫁 你 妍儿 你先说说看 第一 我要你们立即恢复 母亲的长家之权 以及正房的应用 哼 谢了 你可真敢想啊 一个窝囊废母亲 长什么家 传出去 不怕被人笑到大牙 看来你们的诚意 也不过如此 好 我同意 母亲 先困住这小姐 等她嫁去王府之后再说 你母亲久未长家 这长家权嘛 就先交出一半 另一半呢 等你嫁去王府之后再交 如何呀 母亲在府中事干离宽 贸然长家 只怕会有风心 还不如一趟作严 等日后再做丑谋 一年考虑周全 就依次 第二 既然出嫁 那就给我配足 敌女身份的陪嫁 这 罢了 不过是些黄白之物 给她就是 至于这第三点 对外宣布 是我退婚三皇子 并且云烟一年之内 不得与三皇子成亲 你你你你欠人 你休想 你 你 你休想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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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的妥姓 是不想谈的吗 嗯 谈什么 你不过就是我云家的一条狗 还望想跟我谈条件 嗯 你信不信 我有千百种办法弄死你 和你那个废物母亲 敢 敢威胁我 啊 啊 啊 你住 你大胆 快放了 燕儿 有话好好说 他拿武器做威胁 所以你做废 畜生 你敢 我答应 我都答应了 姐姐 你怎么想 我刚刚都是开玩笑的 你要什么 你要什么 我都答应你 好这样不就好了 现在 好吧 啊 我要你们上交 全部涨价之情 并把价值 双倍奉上 美女 你别太过分了你 不想 好 那 都别想好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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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娘 我答应了 我答应 快剃了 燕儿 这来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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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人 来人 给我抓住他 早知道你不会老实 三 二 啊 嗯 欠人 听你在玩什么把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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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他做了什么 啊 不过是下了点毒吧 放心 只要你们说到做到 我保证这毒暂时要不了他的幸福 但要有半点不轨之心 后自负 嗯 啊 幸好回来路上采了个草药 希望能暂时拖住他 果然是重点 不过 以我的意书 轻松就能治好 小姐 那你记得怎么样 小姐放心 夫人已经睡觉了 小姐 你的脸 已经治好了 太好了 只可惜 小姐这么美 就要嫁给楚王那个魔鬼 都说这楚王古怪的 也不知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陈哥哥 过两日你就要娶亲了 我是来向你辞行的 王尔 你现身解毒 本王会给你个交代的 陈哥哥 我不要什么名分 只要能一举跟你在一起 我就知足了 陈哥哥 我先出去了 王爷 是宫中那位下的药 看来 他快容不下的 除此外 还查到林玉慈当日 有另一个女子出现 女子 可查清楚是谁 还没 近几日就会查出来 继续查 是 另外 陈江湖准备让云家二小姐 嫁进王府 好 那个深明远扬的丑八怪 那个云家二小姐 本来是有婚约的 得了四婚以后 就想立刻解除婚约嫁回来 这种利于惊惊之辈 不如让属下提前 他既想嫁 那你就替本王送个东西 让他风风光光的嫁 是 谁 四处 母亲等我回来见 好 怎么不见王爷 王爷身体不适不便前来 迎亲之人在此 哈哈 这楚王府迎亲的居然是只公鸡 我要是云二小姐 只恨不得现在就一头撞死了 什么意思 来娶我的是一只鸡 这就是云二小姐 整身的如此一双美丽的眼睛 你这眼睛能看看了 这云二小姐从小就生怪病 脸上都毁容了 你说三皇子曾经见过一命 被吓得好几天都没有管过来 哎 小姐 师父的 会见新郎盖都是不能新的 谁说没有新郎啊 这不就是吗 臭谎 骂谁 谁硬骂谁 你吵什么吵 被一只鸡领轻 我看他怎么收场 废话东西 真是丢尽了我肯想扶到脸 乌有指鹿为马 今有乙鸡待人 使我云苏婚事刘芳谦 夫君真是有幸 出发 乙鸡待人 我这王妃嘴都是挺有 就是不知道 他的脖子会不会也是如此一般 走 跟我去会不会有什么 我帅 柳测飞到 测飞 哪里来的 居然让测飞跟王妃同一天进门 王妃是赤婚 这位测飞是王爷的欣赏人 前不久在乱战港还救过王爷一命 我真是 王爷去了乱战港 妹妹见过姐姐 王爷怕辜负 非要在今日去我过门 姐姐千万不要生气啊 姐姐还是赶快拜堂吧 别耽误了急迟 不急 既然你想拜 那就拜吧 柳测飞 过来给本王妃敬杯茶 就当本王妃远了你进门 你说什么 王妃 这不合规矩 不合什么规矩 是不合测飞该给正式进茶的规矩 还是没有本王妃的允许 他这个测飞之位 不识的规矩 开死的贱 不过站着房上赐婚得了正妃头衔 竟敢与我作威 柳测飞 快过来 别耽误了急时 王妃 福伯 姐姐说的去 我是该给姐姐进茶 听说这贱人丑陋不堪 小女秀一贱人 敢让我瘦了 看我怎么收拾 姐姐 请喝茶 陈哥哥 王妃 王妃 你没事吧 陈哥哥 我没事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你快点问姐姐有没有烫生 早就听闻柳姑娘那京城第一美女 果然名不虚传 柳小姐不仅人长得漂亮 还心地善良 不像这个王妃 咄咄逼人 极其恶毒啊 她不仅恶毒 还长得极丑 不然你们以为她为什么不敢摘了灭杀 都是我的错 你们不要这么说姐姐 姐姐 柳小妃这是怎么了 你的脸 我的脸怎么 我的脸 不是好好的吗 这不可能 你的脸怎么会 我的意思是 姐姐你的脸 不是传言已经毁人 怎么会 这个人 总做出你 陈哥哥 我莫诚 你还无欺利子兰 今天还通知请两位王妃 两位奸献王妃 是无福相受了 复得 起死 小妻 十一 你怎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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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财 你的女人在我手里 你还不说什么究竟 莫财 那个剑再快 你解救不了两个 如果莫菲 给你的心上来 你学一个 别动 不信 现在就杀了她 出手 王妃姐姐 是圣上此婚 与她相比 我无足轻重 王妃 你救姐姐吧 本王的玉佩 怎么会在她这里 难道之前的人是她 云苏 到底是谁 等一下 王妃 没有什么意愿 快坐 是莫财 我可是你的王妃 我要是死在这 你的名声还要不要了 不能冲动 一定要找一个最好的人 否则此刻定不会留下 他们任何一人的心 本王的名声早已不堪弱 要他 何愿 小姐 王妃 王妃姐姐你救救我这小姐吗 王妃 你把这人解决了 我的这人死不出去 东方闭嘴 杜莫辰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到底救谁 老龙 我说这个 你要耍 杜莫辰 杜莫辰 你来真的 这儿出口 你要做什么 出口这 我们有话好好说请吗 哎 王妃别怕 本王亲自送的事 你替本王赴死 本王会为你救 至于这群资宽 一个都别想活了 走 你怎么办 什么这样 你这人害死我 你不是没死我 你干什么 东西呢 什么东西啊 我告诉你 别以为你救我 就可以占我便宜 开死的贱人 王业信如此在意他 难道他没开心 有我不知道的事情 王妃姐姐 你怎么样了 哎 不劳你配信 我喊一喊 不行 绝对不能留下预算 出口拉命来 干嘛 我还没完了 姐姐小哥 小哥 你能做什么 啊 不是 什么 吴儿 吴儿 穿戴衣 穿戴衣 吴儿 你不要快 姐姐 是她太害怕了 把王妃给本王押入大牢 但凡婉儿有事 本王让你偿命 吴儿 吴儿 你疯啊 我是冤枉的 哎 你们放开 冤枉 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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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我 你 吴儿 你 我 吴儿 吴儿 王贝 先天了 吴白大人 事外情况不大好 王爷让你赶快过去 情况不大好 哎吴白 你告诉我我会医术 王爷 说服 无能为力 王太医 你是太医院院士 难道也没有 臣 惭愧 你身为堂堂的太医院院士 连个受伤之人都救 要你们有何用 活下去赶了 等等等等王爷 还有个办法 说 此位娘娘那是内藏受损 非人力可为呀 除非 王爷 只有此位娘娘 神中会我们的公孙先生 出手 此位娘娘才有可得救 对啊 吴白 王爷 立刻去请公孙先生 是 王爷 是以云游四海 现在去请恐怕来不及了 还不如 不如让侧妃娘娘 安静的去吧 内藏受损 内出血 幸好 还来个急救治 只要救下这个人 我就能洗清嫌疑 除莫臣 你没理由这 不用找什么公孙先生 我就能洗 你说什么 怎么 没听清吗 我说这个病 我就能洗 小姐 你来真的 莫白 谁把他放出来的 我是来给侧妃治病的 你拉婉儿挡刀之事 我都没找你算账 你现在又想出来干什么 把他给我押入大牢 你 除莫臣 你可想清楚 我这一走 你这心嘎嘎 可就真的死翘翘 哼 老人来的小丫头 孤到人家 把他忘成治病 女人怎么了 女人就治不了病了 您这是急事 你 在这 信口开河 替你王爷治你个死罪 我都还没出手 就说我信口开河 我看你们才是用意 这种伤势都治不好 还是说 你们不是治不好 而是怕担责 不敢治 胡说八道 伯爷 这位别听的胡说八道 侧妃娘娘的伤势 真的无解啊 既然如此 还不如陪人去洗公司的验证 侧妃娘娘 还有活怒啊 自己医术不精 还怪罪别人 你 你确定 当然 好 本王就信你 我儿是本王的侧妃 更是我的救命恩人 倘若你要是治不好 本王就让你跟他一起 才能葬 深透一世的 缩头一世的 还不如试试 放心吧 这种小伤包在我身上 哼 你个小丫头 说话竟然这么不知道偏高地厚 老夫的要看看 你怎么救治 小丫头 你可得好好治 否则你必死无疑 他这是内脏破损出血 再不一致 恐怕神仙都救命 废话 这哪个大夫不知道 这你能治好吗 当然 他需要立刻手术 手术 这什么治疗方法 门走会门呢 在这外国还会有事 当然知道 手术就是把伤口偷开 把破损的地藏 扑扑扑扑 什么 胡闹 河飞娘娘 生命有存威 你快把她偷开 其佑私利 我看你去不在找她的 姓名王爷把你装起来 就是个骗子 行啊 你们自己不知道 就以为别人也成 再说了 柳测飞现在这起放 除了手术 别无他法 小姐 你就别说了 咱们就跟我爷爷这个村子走 别闹 什么 王爷 你自己选吗 不做 大不了我跟侧飞一起玩玩 做了 还可能有一线生机 王爷 不可呀 这样会让贵宫娘娘 更快的丢掉姓名呀 王爷 还不如我派人去信公司先生 侧飞娘娘 还有 王爷 你确定 你确定 你这个办法能救我 以姓名的 好 是 王爷 好 那就帮我准备 薄如禅衣的匕首 麻背伞 阳长线 另外 准备好这些 再让王府的人 过来试血 试血 柳测飞试血过多 手术过程中还需要苏血 木白 立刻把所有人叫过 是 好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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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两个留下抽血 其他人可以出去了 王爷 烦请各位也都出去吧 等一下 王爷还有什么方法呢 帮你的腰带拖了 你想干什么 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暗藏什么 你 这样总行了吧 你要里的东西的 什么东西啊 难道他看上我身上什么了 信号来之前 将东西都放写在那 没什么 但你记住 婉儿要是有事 你还有你们云家 都得跟他们走 知道了 那王爷现在可以出去了吗 怎么这么多血 王爷 真是胡闹 这种治疗方法 简直闻所闻闻的呀 测飞弄查错 定要那好看 情况如何 放心吧 我说很顺 接下来就把他想 这不可能 就连公司的先生都被你保证 说能救下测飞 你一定是点撒谎 你们少在这里胡说八道 就测飞的血不够 还是我们小姐用自己的血 谁救人 连性命都不够 是不是真的 等他醒了就知道 那晚上什么时候起 大概三个时辰 三个时辰 王爷 武汉就在扩延时间 你这个糟老公子 就非要胡搅拦着 行 你既然非要污蔑我 那如果他醒了怎么办 测飞若醒 我不愿使去愿首之位 任你处置 本王爷愿意 好 给我等着 王爷 你怎么说 那本王就给你三个时辰 倘若是测飞不平 知道 叫我全家幸福 我还等着他醒了 给我洗清冤屈 虽然不会说大话 知道就好 哎呀 三个时辰都到了 这测飞怎么还没洗 你个小丫头骗子 你现在醒我 还来那几天 小丫头骗子 测飞若因你有事 这十个脑袋不够砍脏 这三个时辰不还没到了 急什么 王爷 三个时辰到了 王爷王爷 请立刻支持你 这不可能 你古代马肺子的教练 手术完成后 他就算是痛都该痛醒了 怎么可能会还不行 这不可能 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还在狡辩 王爷 请立刻驻马死人 再去请不孙先生吗 王爷 再去就来不及了 王爷 这 小姐怎么办呢 别急 都别急 让我再看看 站住 王妃娘娘 我们这娘娘已经被你害成这个人子了 你还要折腾她 你不说什么 我都说了之前是有误会的 王爷 求您快阻止王妃娘娘 去请公孙先生吧 来人 等一下 让我再看一眼 就算是死也得让我死的明白吧 好 那本王就让你死个明白 木白 去请公孙先生 无息均匀 面色红热 伤口也没有再出息 奇怪 怎么会不醒呢 等等 难不成 他在装睡 好啊 果然在装睡 看我怎么修理 我知道 怎么让他醒过来了 你又在搞什么鬼 王爷 千万别性能鬼话 往复身为堂堂太原院守 从来没见过这种治疗方法 还是个女子怎么可能会治病 王爷 还是个公孙先生赶到 再有个太原协助 才能治高测飞呀 你们这两个脚 气氧这么快 我说有办法就是有办法 好 那你说说 你有什么办法要测飞 你定是骗子 王爷 把他抓起来 王爷 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测飞要有三场梁广 我定以此相比 好 那本王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王爷 不可 闭嘴 你们若行即刻上手 本王立即让人砍了他们脑袋 看来这重城 是说的不要可救的 王爷 诸位 我现在用此针从天灵穴插入 虽不会伤及性命 也有提神之效 醒了 醒了醒了 王爷 稍微醒了 果然是装睡 听见真有插脑袋 装不下去了 王爷 你能不能 怎么可能 王爷 反而还以为 再也醒不过来 见不到王爷了呢 放心 本王不会让你出事 刘测飞 你还有觉得哪里不舒服吗 姐姐 你怎么在这 装子还挺像的 测飞娘娘 是我们家姐姐 带了你 该死的贱 天再再再而三的话 我好吃 小飞小事 既然测飞已经醒了 那你快说说 今天你受伤的事情 王爷 我 我不记得了 我就记得 那个刺客一过来 我和姐姐在一起 然后 然后就 我头好痛 刘测飞 这就是今天的事情 你再好好想想 够了 王爷身体不适 这些事情以后再说 可是 之前的事 一笔勾销 你说勾销 就勾销吧 帝远 现在测飞就行了 那我们就 到死了 站住 站住 两位太医都上走了 同学 我可记得有人说过 只要我能医治刘测飞 他就自动让行呢 王爷 你也记得吧 身为太医 尽连小小的伤势都最有知报 要你们也无用 就剑两段了 王爷 王爷 饶命 王爷 饶命 想说上了老家又小 可不能了卷死生啊 王爷 你要是饶了老臣 老臣就跟他祖地当你 我躲了麻呀 好家伙 楚莫臣这家伙真是冷血 两个大部分人说啥就要啥 王爷 我也没想要他们 不如 何区关职算了 无论是谁 说出的话就需要付出袋子了 我也是嘴尽 非得叫住人家出口气做事 王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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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总 莫白 郭总 王爷 还是饶了他们吧 既然晚上都发话了 滚吧 郭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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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情我说话就这么没字了 炸 王爷 我累了 好 本王今晚就陪你 你还吐在这儿办法 你还吐在这儿办法 王贝 请 屋子布置的不错嘛 不往费我辛苦 这是你身为王费应有的 王费累了一天了 我休息 谁还不退了 王费你真是太厉害了 这能让连太院都住好的伤 哎呀小事一桩 不过想 看那个王爷那么宝贝那个刘策飞 他到底什么赖的 听说 刘策飞是王爷的青梅竹马 而且前不久 王爷在外遇死 是刘策飞不顾幸运救了王爷 而因此 因此失身于王爷 所以就 所以就娶了他 又个人 总还失身了 也不知道那个禽兽怎么样 说起来 这褚王怎么感觉这么严重 就像是 在哪见过神 对了王费 这是您之前放在我这里的东西 至于配来历不明 是该处理的 你身子怎么样了 王爷 有您日日来看王儿 王儿感觉好多了 你救了吗 这些都是你应得的 王爷 我们已成亲多日 是不是应该 本王怎么会没有反应你 王爷 王爷 你是不是 是不是嫌弃王儿了 没有 你身子尚未大了 如今应该好好休养 多谢陈哥哥关心 只要你不嫌弃我 王儿定会尽快地将身体养好 然后 对了王儿 那块玉佩你放哪去 玉佩 陈哥哥 你在说什么玉佩啊 上次你救了本王 拿走了本王的贴身玉佩 难道是那个真正救了王爷的贱人 拿走了 是这样的 我本以为 吴远与陈哥哥相伴 便想留个玉佩做个念想 陈哥哥 你要拿回玉佩吗 可是 我不知道放哪去了 不保 你留着便是 多谢陈哥哥 哦对了 郎妃姐姐救了我 我想去跟王妃姐姐道个谢 如何 要查清楚了私人 王爷 还是宫里的人 王爷 您战功赫赫 宫里那位确一而再再而三对你出手 不如属下派人 急什么 他要玩 本王就好好陪他玩个招 这大魏的江山 我端看他还没人能做得出来 王妃的底细可曾查清楚了 他为何归那种奇怪的遗书 这 属下无能 王妃一气正常 只不过 说 说 王妃曾在您遇见那天除我意外 哦 三皇自北与王妃对抗 结果却失手了 令王妃受伤 云家便派人直接将王妃扔进了三个 乱葬 本王受伤之敌 正是王爷 其实那天侧妃到达时刻略复 会不会是 你想说 有可能是王妃救了本王 属下给你猜测 再去查查当日之事 是王爷 还有一件事 侧妃那天之作于一字 是他自己撞上去的字 此事本王知道了 下去吧 是 王妃 侧妃来了 她来干啥 去看看 见过王妃姐姐 不必客气 王妃姐姐 你是在怪我吗 我怪你什么 之前遇刺 是婉儿的不是 婉儿记起来了 以后会跟王爷几时清楚的 你要是来说这件事的话 那就算了 我懒得跟你记住 没什么事的话就请回吧 王妃姐姐 王爷的欲骗 怎么会在这个贱人这边 难不成 就了王爷的贱人 就是他民族 这不可能 你到底想说什么 没事的话 就回去吧 王妃姐姐 不行 不管是不是他 绝对不能留这个贱人的信我 王妃姐姐 我是来给你道谢的 你要是不原谅我 我就再也不信 别了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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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贱娘娘 娘娘 我贱娘娘你太狠了 我们家娘娘好学来找你道谢 你不领情就算了 你还故意推她 你别胡说八道 我们娘娘才没有推她 怎么没有 娘娘 来人了 来人了 我们贱娘娘要杀我们车贱娘娘了 王爷 王爷 就你为我们家娘娘做主啊 你知道他从海里好 我无法还故意推她 王爷 都是我的不好 姐姐才会不原谅我 我 王儿 是你做的 不是我 我没推她 是她自己 你胡说 我今天走的就是你推的 你才胡说 王贵平没有推她呢 来人 楚国枕 我真没有 我在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认错 还是三十大 你自己选 什么 楚墨城 你眼盲心疆吗 为什么要针对他呀 这些话你留着对网来说吧 木白 把王妃押下来 王妃 得罪了 为什么 放开我 放开我 娘娘 娘 我 王爷 公孙先生来了 见过王爷 不必多礼 请公孙先生出手替侧妃诊治 王爷放心 老夫自当尽力而为 老夫自当尽力而为 王妃怎么说 王妃拒不认错 王爷 真的要打王妃把子啊 本王只是吓下他吧 等他闹听够了 就放他回去吧 是 王妃 楚墨城你给我出来 你躲在里面做什么 要不是出来跟我对峙 楚墨城 好大的胆子 你一个奴才 还敢对本王非动作 我这是替王爷和侧妃娘娘教训你 教训 有本事让他们自己来 还不够自 楚墨城 你出来 好好好 王妃娘娘 你胆大妄为不知悔感 确实该受到教训 你们还愣着做什么 王爷说了 王妃拒不认错 力打三十大板子 我看谁敢到 这是王爷的命令 我看谁敢不动 你快来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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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了 现在认错还来的 呸 我没错 我不认错 你是悔感 二位哥哥弄的做什么 继续啊 王军 别还住手 你都不能这样 奴才也不能规矩 把这个奴才给我压下去 王军 住手 谁允许你们动的事 王军 恕罪啊 奴婢也是按照您的动作随时 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擅作嘴上 来人拖下去乱回打死 王爷扰命啊 奴婢 奴婢再也不敢了 求王爷看在我们侧品条件的面子上 扰了奴婢这一回吧 看在婉儿的面子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拖下去打石棍 让王爷扰命 去请大夫来 王爷 王爷 王爷没有对奴婢娘娘 是奴婢娘娘 闭嘴 还有一件事 侧妃那天之所以遇遇刺 是她自己撞上去 今日之事 谁若再提格杀无论 是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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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现场来了 王爷 侧妃伤势牵动心脉 在下听闻 之前是王妃娘娘用自己的血 做影子 才令侧妃好转 这如今看来 最稳妥有效的办法 就是要再次利用王妃的血 来给侧妃 做药 王爷 王爷不可 他们聊到三个孩子 三十八岁 要是再放 要是再放弃 他们撑不过去的 王爷放弃 在下定会注意分寸 绝不令王妃 预体受死人的 你醒了 王爷怎么了 如果是来让我道歉 王爷请回 你怎么这么决想 我说了不是我做的 我不认 怎么 还要再打我三十大碗 本王不是这个意思 可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王爷 事不宜迟啊 那是谁 回王妃 在下是给侧妃治病的大夫 来取王妃的血 做药饮医用 什么 以我现在这身子 抽个几百星星下去 在这波不带 写不针就死江峭 你先别动 放手 出发人了 这也是有意思 王爷 再过取血 策背 性命之为威啊 真是可笑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要拿某人的血做药饮 在下师门秘法 王妃不知 也是你所应当 王爷 您 改下决定了 你去的是我的心 问他做什么 给我滚出去 我不答应 王妃 策背娘娘 性命垂危 这不是您 能做主的事 王爷 策背那 不能再耽搁 好 好 出发家 你怎么想 这一次 就当本王欠你的 我不需要 我不可能给他抽签 云苏 我劝你见好就受 策背变成这样 全是拜你所赐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输血 或者是王妃之位 你自己选 不行 在作用主 王妃的位置 我一下不报仇 九母之间 我不能得罪出我真 医生 绝对不能这么算 你给我等着 好 回首 你先说什么 都是什么 是 王妃 我对 多谢王妃 康康见 再下给王妃开个方子 不行 可快 今日之时本王会补偿所 稍后会差人送 莫威 莫威 你怎么样 杏儿 你去拿执笔来 我给你洗个帮子 你去拿人家吗 可是我王爷不是说的 你知道什么 他可能就不爱我 我只会拿什么好东西 即便跟着 又流亡了这么个白脸在 谁知道 他会不会派人害死 我正预备到了 你这个转眼 不要拿王府 和我的佩佳一次 也没人怀疑 是 我们在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娘娘放心 王爷对药用之所深信不疑 这王妃的血 你与取于求 好 这样一来 我就能神不知鬼不觉的 驱走她的信 之前的事 也不会有人知道 对了 云苏那个贱人 身上有块王爷的玉佩 立刻派人去给我偷回来 这 测飞如何了 我给他 陈哥哥 你来了 测飞如何了 陈哥哥 多亏了你 为我找来了公松先生 我感觉好多了 好了就行 就是难为王妃姐姐了 陈哥哥 都是我的不好 你可不可以不要怪罪他呀 王儿 无论如何 她是本王的王妃 这一点你要记清楚吗 我知道了 陈哥哥 怎么回事 陈哥哥 怎么用这种语气 跟我说话 难道他发现了什么 说 宇培在哪 什么宇培 在那 来人 有个人 没事 有个人 来人 走 可不是怎么背了 怎么 吃着了 小姐 你受伤了 王妍 您的身体 我拿到 要想清楚这个人 是 扶我进去 王妍 你这是做什么 知道越多的人死得越快 王妍 你冤枉 你是怕我说出你战力的事情是不是 我云苏对天发誓 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 这么怕死 给本王一个不杀你的人 我是你王妃 不够 我能找你的腿 是好我的腿 你到底是谁 我是 我是云苏 丞相冯二小姐 你的王妃 是吗 云府 身名狼藉的丑八怪二小姐 不仅是一个美人 还是个医术高明的大夫 你当本王是傻子吗 这怎么 怎么突然说起这个 不过我是专业者这种事 不可能有第二个人知道的 那又怎么了 就是因为我医术高明 治好了自己的脸 不行吗 你什么时候觉得你 别人们不知道的时候 王爷 这些我就没有必要 一一向你交代了吧 我只要能治好你 不就行了吗 就你 本王的腿连公孙先生都治不好 公孙先生 就那个取血换药的骗子 我 我的意思是说 他不行 不代表我也不行 王爷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好 本王就给你一次机会 躺若是治不好得到吧 知道知道 要我的命吗 不是第一次 上次的板子不是 之前的事情就算了 现在 我要给你买卖 没想到 这卓狗固定腿被人弄残了 居然那方面的能力都受了影响 这样看来 也怪可怜的 你什么眼神 你什么眼神 没什么 王爷放心 这腿 我能治 我能治愈 另外那条队 我就不敢保证了 你确定 当然 我从不说大话 不过王爷 像你这种 强劲用内力推动双腿这种事 在我治好你之前绝对不能再与你 你只管医治 其他的无需你管 那我现在给你针灸 那刺客为什么拦你房 谁知道他发生什么疯 说是要找什么玉佩 玉佩 什么玉佩 你这么激动做什么 我怎么 这刺客不会是那个畜生呗 对方知道我是谁 你到底有什么玉佩值得别人记忆 我能有什么 许是别人弄错了 这件事情 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云苏 本王乱葬岗受伤那天 你到底在做什么 王爷 你的手怎么样了 不外 不外 再去详查本王乱葬 受伤 王爷 您这是有什么发现吗 我怀疑 云苏当天兴许是看清之 废物 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 我要你们何用 娘娘息怒 娘娘 您放心 我一定加快进度 一定替您 缠除枉贝 你知道就好 你别忘了 你的家人 还在我的手上 娘娘 娘娘开恩啊 娘娘 属下定位娘娘 干老徒弟 我的病 我的病 好似幼饭了 奴婢 奴婢 这就去听娘娘去要饮 王妃娘娘 该出血了 这刘婉 还真把我当虚酷 滚 没有 您再不给 就别怪奴婢不讲回事 怎么 又要拿此末尘 来杀个皇妃的威风 你会被虽然吃不干的 只不过 用您的血去给侧品 娘娘治病 这确实是王妃自己的质疑 您再不同 如并也只好去找王妃 哎 这就去 谁管你 你 你别后悔 等等 王妃你这是要做什么 看不出来吗 绑架 你不能杀我 真是奇怪 谁说要杀你了 他刘婉儿 不是要血作药瘾 既然你这么管你 那就用你的血 来给他治病 好了 把这个 给刘婉儿送过去 王妃 做非要的是你的血 这个 你傻不傻呀 他真是要我的血 让你送你就送出了事给我担着 放了快一个月的血了 想必那贱人他不行了吧 你再下预告啊 想必最后再放一次就该差不多了 看来 我也是时候才好起来了 哈哈 王爷 侧妻 侧妻身体 侧妻身体入录了 王爷 今日还需再放一次 侧妻就能打好了 好 你就致侧妻有功 本王辉论功行赏 对了 王妃那处 身体改术的主 王爷 王爷 在下 日日用王爷送过去的名贵药品 替王妃进补 王妃除了略有些虚弱 并无打碍 好 那现在开始最后的事 是 小姐 可算得把这贴了 可不是吗 装了一个月 终于有人装不下去 既然如此 就让本王妃送她一个康夫大 好 王爷 你也算 听完侧妃妹妹身子就要大好 这是我更放的鞋 妹妹趁热喝了吧 妹妹怎么不喝呀 快趁热喝了 我想看你身子好起来 这是王妃的心意 多谢姐姐 妹妹喝了这么多次 味道应该已经习惯了 姐姐说的是 神医 快替妹妹看看 这是怎么了 珍妃娘娘 如何 恭喜王爷 贺喜侧妃 侧妃病根 已经全去了 神医 真的吗 我的身体已经好了 没错 侧妃娘娘 红不齐天 你已经痊愈了 陈哥哥 恭喜娘娘 贺喜娘娘 身子大好 你怎么一点事都没有 怎么 本王妃身体无恙 妹妹不高兴 我不是这个意思 姐姐你误会我了 我的意思是 你没事 那可真的是太好了 我们姐妹身体健康 才能更好的服侍王爷 你身子竟然康复了 那服侍王爷的事就由你效劳了 王妃 你是不愿服侍本 王爷说笑了 不是这个意思 那个 色妃身子竟然已经康复 那本王妃有一份大礼要送给你 姐姐要送礼物给我 真的吗 那我好期待呀 王爷 等我搭好了 一定要送礼物给姐姐 希望姐姐到时候喜欢 好说好说 不过我的这份礼物啊 妹妹一定会很惊喜的 把东西抬上来 青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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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是王妃 是王妃 青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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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策飞 这就是我送你的礼物 怎么样 我就说你会很惊喜吧 王妃 你把青猪怎么了 他怎么会被你这样抬上来 这你可就冤枉我了 我什么都没做 他是自愿的 为了救你啊 他损耗了大半条命 估计没几天好活了 你们主婆二人 好好续续救吧 你胡说 王爷 王爷一定要为我做主呀 我知道姐姐她恨我 不肯原谅我 可是她有什么不瞒 趁我来就是了 为什么要折磨青猪 一个小小的丫鬟呀 王爷 王妃 你又在搞什么 王爷 冤枉了 这件事 说到底 浙飞 根源还在你身上 我 为何是我 我与青猪亲头姐妹 你都说了 你们二人前头姐妹 那青猪为了救你 自愿献点血 是能力解的吧 你胡说 我明明用的是你的血 你 你这么久以来 都是用青猪的血给我 不错 看来不愧是你 情同姐妹的人 这治病效果呀 就是不一般 不过 我怎么记得之前 神医言之凿凿 说必须要用我的血 可现在这情况 这没用我的血 浙飞身体也康复了 为何你当日 非要用我的血 到底是何居心 这 这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啊 公孙先生 这件事 到底是你的意思 还是背后 有人示意 姐姐 你其实在怀疑我吗 这都是神医的主意 我只是个病人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我自然是相信妹妹了 只是王爷 王爷 王爷 你一定要相信我 这件事情 我毫不知情 是公孙先生 对 一切都是公孙先生 针对王妃的 王爷 在这 你知道就好 你别忘了 你的家人 还在我的手上 不错 这一切 都是我故意的 既然事情已经败了 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公孙先生 你比较野气的 还算有几分聪明 你怎么了 王爷 实不相瞒 公孙先生 在去世之前 曾为切身把脉 他说 切身 有了 什么时候的事 他怎么会有孩子 装不成 不是不行吗 算算时间 应该就是我救你的那天 你为何不早说 因为 他给你戴了绿帽子 切身 是想等孕分 在大殿的时候 再说 毕竟 王妃姐姐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想在你生之前怀孕的 不过 姐姐 你放心 就算是我怀了孩子 我也会以你为尊的 拜托 姐可是21世代的神秘 以为像你们后宅妇人的事 动辄对孩子下手 既然公孙先生已经去了 那我就为你把把脉 等等 姐姐 这段时间也辛苦了 还是等他一来了 你为我看过他 没事 不辛苦 王爷 偷了 你先回去吧 你来做什么 策背的事 我替他向你道歉 不必了 道歉的话 策背为何不亲自过来 无论如何 他如今已经怀孕了 我希望你们之间不要起伤 否则 否则 又要我和云家的名 云家 嫁过来有些时日了 该回门吧 嫁过来有些时日了 该回门吧 不错 正在收拾东西 明天就回去 也不知道母亲 如今在丞校府过得怎么样 怎么 王爷明天 是要陪我一起回门 有什么需要的话 差人从府府说一声 是 王爷 看我不好好载你 对了 王爷 你的腿脊已经差不多了 再给你诊治一两次 就可以全运 这么快 当然了 也不看看是谁出手 好熟悉的气息 对不起啊 坐久了 腿有点 奇怪 怎么总觉得 好像被你见过 王妃 行 你干什么呢 我 我在收拾东西 下次不许这样 很吓人的 就知道 王妃 你刚才想什么呢 不说八道 我什么都没想 行了行了 你快收拾吧 明天回去 可是一场硬仗 不知不觉 原来我已经穿越了一个多月了 杜苏 终于回来了 母亲 这些日子 他们带你如何 有你在王府 他们不敢帮我怎么样 倒是你 瘦了 但王府是不是过得不好 母亲别担心 我好着呢 你看我这不是全虚全伪的回来了 怎么就你一个人 王爷呢 王爷没来 果然是废物一个 这嫁给王爷有什么用 连回门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这传出去啊 真是笑死人了 没用的东西 王爷都没来 你回来做什么 你怎么能这么说他 他毕竟也是你的女儿 我闭嘴 我没有这样的废物女儿 自己的夫君都拴不住 丢我云家的脸 老爷 话也不能这么说呀 好歹 他也是保了一条命 不是吗 丑八怪 该不会是王爷嫌他丑 所以到现在 连碰都没碰过吧 我劝你们放尊重一点 无论如何 我现在是楚王妃 还楚王妃 有什么用啊 我看你啊 就是废物丑八怪一个 赶紧给我滚 哎呀 笑 我当是谁呀 原来是丑八怪回来了 三方子 是我说错了 我 丑八怪 你感觉一而不敬 我 原来是乖侄儿 怎么 我的乖侄儿 又要对我动手 刚才成虎本殿下什么 自然是侄儿 三殿下有问题 我不累 不要脸的东西 王叔连回门都懒 还在本殿下面前装什么装 殿下 刚刚是我的错 妹妹她是心有不甘 所以 听到了 她自己都说是她的错 可怨恨 好你个无耻的贱 长相丑陋 心肠胆毒 今天你必须道歉 她都说了是她的错了 我道什么歉 道是你乖哲 要是你称呼一声婶婶 今天的事情 我可以既往不咎 还敢忽辱本子 来人 给我打 谁敢动手 谁敢动手 拜见王爷 三皇子 你想对本王的王妃做 不是 你 你听错 你的意思是本王耳朵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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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 我错 是我错 你原谅我 你原谅我 你该道歉的人不是本王 阿晨 我错了 我跟你可懂了 我以后再也不可 你原谅我 行了 起来吧 没骨气的东西 谢我 谢我 王爷怎么来了 怎么本王来了你高兴 我没说算了 你就不敢 不成早夜 王爷快请进去 酒席都准备好了 就跟您了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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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愿意 这小店长本吃了 居然 真的能把王爷请过来 娘 没想到 tetactri 这么好看 嫣二 你这话什么意思 娘 我后悔了 你看他那个三王子 刚刚在蜀王面前 跟他狗似的 要不是云苏架过去了 淑金 淑金我可是楚王妃啊 说的不错 楚王一表人才配云松 那可真是暴铁天物啊 只有我女儿才能配得上这样的男人 你好 王爷今日前来 韩社是彭壁生辉啊 来 大家一起敬王爷一杯 居然将下药这样的把戏 玩到你神医祖奶奶头上了 真是帮你们弄死 今天是我回门的日子 感谢父亲母亲为我接风 云苏也想见各位 来云苏敬个位一杯 妹妹啊 在家里怎么还戴着面纱呀 是啊 苏苏 都是自家人 不要害羞嘛 就把面纱摘了吧 苏苏想戴就戴 不用你们管 母亲对话就不对了 王爷还在这呢 还戴着面纱多不尊重呀 哎呀妹妹 你再不会是怕自己的面容 不堪入目 吓着王爷了 所以才 云苏 我又没说错 三殿下 你曾经可是妹妹的未婚夫 你说 她的脸怎么样 行了 王生想带着你带着 管那么多干嘛 我只是想让妹妹舒服一点 你不好意思 到我来帮你站 云苏 上次的消息 能够 没错 林大小姐说的没错 都是自家人 不妨摘了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你的脸什么时候变这么好看了 怎么 我的脸变好看 姐姐不高兴 哪里哪里 这是怎么回事 当年我下的毒 明明就会害她永远毁人的 苏苏 你的脸 是什么时候好的 苏苏的脸 人家出价钱 就已经靠了 不价钱 这不可能了 怎么不可能 你不知道的事情多了去了 要是早知道 云苏绢然这么美 本天下怎么可能跟她结束换决 该死的贱人 你整天就知道勾引男人 我等一下就让你知道好看 妹妹 今日恢复容颜 真是大戏 我来敬你一个 三殿下 妹妹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把你们衣服给弄脏了 真是不好意思 嫣二 你一天毛手毛脚的 来人呢 快带三殿下 去换衣服 妹妹 你也跟我去换身衣服吧 这么快就要动手 还真是期待 好啊 这就是你们选的地方 环境还挺不错的 妹妹说什么呢 赶紧给我进去换衣服 别让王爷他们久等啊 是别让王爷久等 还是另有其人 妹妹什么意思 听不懂 行了 这也没别人 你就别装 赶紧给我滚进去换衣服 真以为自己当上王妃 就高人一等了 丁苏 今日过后 你照样指明被我踩在脚下 我可真害怕 不过 你还是先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不过是以前人知道 反正竟然是身吧 发现了 快快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妖竹小鸡赶在我面前见 这段时间 应该不错 怎么样 是不是觉得本身造成了 很不错 你这个贱人 来人 来都来了就不保守 放心 我会帮你别小心 快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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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王爷 你怎么了 你是来帮我的 不过 你肯定是来帮我的 东西 不过 把它扔出去 等一下 把它放进去吧 你又在找什么东西 对 雪儿 我好细感 大家 给你 败 我 不是 我 你 你 我 你要不先回去吧 你不走 我还要看好戏呢 注意安全 我 楚魔城这家伙 这样看起来人倒也挺不错的 云朔云朔 你脑子我胡思乱想什么呢 那个楚魔城 我又是身份高点 长帅点 有钱都 不许再胡思乱想了 宝戏开始了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王妃和三殿下的嘴 大胡小叫的唱歌体统 老爷饶命 你娘饶命 这比本地并非如此 是还是 好好说 老爷发生了什么 是 是王妃与三殿下 都说怎么了 那你发生了什么事 你赶快说清楚 姐姐你别着急呀 他不是说了吗 是苏苏和三殿下 你且说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努力方才去王 在府里请王妃 没想到 没想到钢筋房门边 遇到了王妃与三殿下 正在 在干什么 把事情说清楚 再唾唾拉拉 割了你的舌头 老爷叔在 王妃正在与三殿下苟且 什么 你可看得清楚了 努力看得真真切切 就是王妃与三殿下 你胡说 我已经去看错了 苏苏才不是那样的人 夫人 努力看得真真切切 不敢认可作假 求夫人老爷饶面 王爷 这个妮女做出如此之事 实在是你我丞相不乖啊 还请王爷严惩云苏 一正加风 老夫 绝无半句怨言 不可能 王爷 苏苏不是那样的人 肯定不是他 姐姐 你就别再为他开脱了 苏苏曾和三皇子有情 想必也是心有不满 所以 所以这才做出了这种不举之事 事到如今 还请王爷 我开一面 王爷 你等着 老夫这就把他们逆女给抓过来 任你处理 来人 王爷 不要呀 这件事情一定有什么误会 姐姐 事到如今 你还要为他开脱吗 难道你要用他 连累我们整个城巷府吗 我不管 我的病人谁都没想过去 谁要过去 就先杀了我 别动 把他给我拉开 不要啊老爷 不要啊 坏狗 还不回来 对 把那个坚子一步给我拉过来 是 小剑 这次之后 你就给我死吧 郭景星 王爷 你们怎么在这 你要对我母亲做什么 苏苏 你事真是太好了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我的苏苏不是那样的人 母亲 什么 运苏 你怎么在这 我怎么不能在这 你 你不应该在屋里吗 我刚刚去方便了一次 对了 大家都在这 姐姐去哪了 我刚刚不是让她去房间等我吗 那她还在里面 你说什么 椰儿在里面 妈 妈 妈 姨娘 你这么着急做什么 姐姐怎么 你干杯 妈 都想出去 椰儿 我的椰儿啊 三皇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会跟我椰儿 你问本皇子 本皇子还想问你们呢 谁不知道啊 本皇子酒样一向好了 你竟然化你衣服 就成了这个样子 等一下 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 这当天有什么本事 天 你看 是云苏 是云苏这个贱人 闭嘴 本皇的王妃 岂是你的随便侮辱吗 长嘴 王爷 王爷 真的是他 是他尽管告诉我的 就是他给我下的药 姐姐 你说这话 可就冤枉我 我平白无不 为什么要给你下药 这比我又没有什么好多 再说了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是我下的吗 说话做事 是要请证明 还能为什么 这个贱人 你就是嫉妒三皇子喜欢我 真是越说越离谱 就算我真的嫉妒三皇子喜欢你 你又为什么要给你怎么解释 你 你巧舌如簧 王爷 真的是他 还请王爷为我做主 惩罚这个贱人 丘辱王妃 死罪当罚 莫白 王爷 事宜这词不如就算了吧 听姐姐的意思 他跟那个三皇子两情相悦 不如 就让他们做夫妻吧 我不要 我不要 你这个贱 算下来就放你还不要 王叔 即便是非要我 就凭这个货姐 你只配做我的测备 求王冲他 好 本王坐 云大小姐 择日嫁入三皇子 为云测备 此事 可还有意义 谢黄峰 不 不 好 别 我都闭嘴 老爷 难道你是不是要听了 别给老夫闭嘴 用人现眼的动静 王爷 理解 对王爷 云测备 既然如此 那此事就到此 黄飞 咱们回府 王爷 先等一下 我有些话 想跟我清楚 母亲 这次回来 我想见您出府 您 母亲 你弄了 母亲 放心 我现在过得很苦 你过得也好 我很难心 不要 让我进去 你也是 有空间回来走 不走 还有一 这个你拿去收好 这玉佩怎么这么一收 母亲 这个 怎么在你这 王妃 是 是 你不要再喜 之前喜 想要动就要死 我特地学会来 就怕你有用 没想到 咚咚咚咚 这玩意 又把我手 王爷 今天多谢你了 你是本王的王妃 所以这些都是本王该做的 王爷 你最近 很关心我 该不会是 什么 你别误会 我只是 该不是有事求我 你是这么想的 那不然呢 难不成你还能喜欢我 说着 你会不会 真的有可能喜欢上我 对了 你母亲今天给你的是何物 可否给本王看一下 他要看那玩意做什么 就一个玉佩 你想看就看完了 你不懂 陪琪 保护好王者 又有资格 触摸着 你到底多糟人 你也给你出来 你 孔莫辰 你的腿脊竟然好了 不完 原来被人护着 是这样的感觉 运缩啊运缩 你不对劲 你心跳这么快 不是吗 你心跳这么快 行 你心跳 小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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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百 是些人 一個不留 是 硬素 硬素你沒什麼硬素 不要了 硬素 暫時 你我 你的腿好了 王爺 王菲姐姐這是怎麼了 傳太醫 這該死的賤人 不過回去一會 王爺怎麼會這麼在乎他了 草菲娘娘 王菲受傷昏迷 還請你不要打擾了 你算個什麼東西 橄欖主子的路 讓開 吵什麼 王爺 我只想再看姐姐怎麼樣了 不用你擔心 你先回去吧 王爺 你一路抱著姐姐過來 想必也累了 您下去休息 這裡讓我來照顧姐夫 不要 這裡一切有我 你 王爺 王太醫來了 不必多年 趕快給王菲治病 是 等於這裡為王菲治病 怎麼樣了 王爺 王菲 只是皮肉傷 一時驚嚇過度 失血 導致昏怒 老陳 救救這鬼王菲抓藥 都會調藥調藥就好 父母 帶王太醫下去開藥 是 我給這位王菲煎藥 王爺 他醫不是說了 王菲姐姐沒什麼事了 您下去休息吧 這裡讓我來吧 不用 你先回去吧 王爺 聽不懂本王的話 莫白 不是 憲采 總有 我會讓你撤離消失 我竟然沒死 有本王在 誰敢上你心裡 那可說不住 你不叫他 陳情那種 不是本王的意思 哦 我 我 我先 回去吧 我想休息 那你好好休息 本王晚點再看見 我 請 那 走不散 心聲 荒 啊 牛水淡淡 為 你 那 王爺 都查清楚了 是禁為偽裝的刺客 將刺客砍了四肢 掉在城門口市中 我要讓他們知道 得罪了本王的代價 是 王爺怎麼樣了 王爺遇到這麼多次 我也是第一次見他如此動怒 那怎麼能比呢 以前王妃可沒有受傷啊 哈哈 你 你 你 楚貌臣 好大的膽子 忽然將屍體掛在城門口 就是要幹什麼 想做法嗎 佛兄 當心隔槍有我 哼 該死的楚貌臣 仗著手握兵權 就無法無天了 說話 這個楚貌臣 實在是相當 無中 再不放棄 只怕會唸到大壞江山 那 看怎麼辦 楚貌 不如四個局 將他們一網打盡 好 有點事情 就交給你去辦吧 是 王爺 你怎麼來了 不用 你坐這便是 怎麼還沒喝藥 王爺 我自己就是大夫 知道自己身體情況了 不用想喝藥了 傷筋動骨一百天 起事兒戲 你 是 柱柳柳 眼神隨眼 過來 本王餵你 沒有 過來 還是說 要本王換個方式餵你 啊 啊 我喝 只敢問春風如何 啊 眼龍回窗 吹 喜兒 傳太醫 王太医怎么样 我身子是不是已经大好了 楚莫辰也真是的 非得麻烦您跑一趟 恭喜王妃 贺喜王妃 喜 恭喜我什么呀 王妃 您有喜 已经一月有余了 什么 我有了 不错 王妃看来是贵人事忙 否则以您的医术 想必早就有差距 一月有余 那不就是 王妃 您好好休息 我这就去给您开药房 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王妃 不行 告诉楚莫辰 可要是知道我给他戴了绿帽子 以他的性子 那不得杀了 不行 绝对不能让他知道 王妃 您的意思是 王太医您看 这个胎儿才一个月 情况还不太稳定 情况还不太稳定 我们现在 还是以安太为主 我想等胎儿稳定了 我亲自告诉王爷 给他一个惊喜 原来如此 没想到 王爷和王妃 竟如此恩爱 是啊 王爷 王太医 王妃 王妃情况如何呢 贱人 可没想到 他居然如此会勾引 圈把王爷 连他整天都在他呢 刘娘 现在王爷的一颗心 可当在王妃吧 再终了下去 只不整个王妃 都没了怎么立足之地了 不可能 他云苏算什么东西 全跟我比 云苏 这可是你逼我 那我去看看吧 我怎么这么倒霉 一次 就一次了 居然这么重 狗男人 希望你让我知道 你是谁 我绝对不会轻易 保护你 王妃 你怎么了 这个孩子到底留还是不留 重过程又是知道 是 赶紧本王带绿帽 来人 拉下去灰尸 不行 绝对不能 必须得尽快冲 行 你快拿着这个药房 需要房够快票 姐姐 原来是柳册飞啊 你不在自己院子里好好养胎 来我这儿做什么 姐姐 我们毕竟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你对我态度何必如此论单呢 我倒是想跟你亲热 可我哪有那个胆子呀 你可是王爷的心肩肩 没什么事的话 还是先回去吧 姐姐 听说你伤势好了不少 我特意来看你的 这个呢 是我亲手做的一些糕点 里面添加了很多大补制物 有时间你可以尝尝 多谢了 不过王爷给我送了很多补品 暂时就用不上了 这些你还是拿回去养胎吧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那好吧 那我就走 免得惹人便 哎 姐姐 你这是什么 哦 没什么 一张药方而已 原来如此 那不如你交给我 我去派人给你拿药 不要给你抓药 你要是知道我怀孕的事 不得那我接开 我去帮你拿药 你干什么 我的肚子 我的肚子好痛啊 我跟娘娘 你到底想怎么样 娘娘你怎么样了 快成太医 我的肚子好痛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我根本就没有退你 快让我 姐姐你别不要过来 我们费娘娘 说就你放了我们家娘娘吧 我说什么 我是大夫 快让我看看 阿杰 我知道错了 我说求你 姐姐你不要过来 来人啊 我们费娘娘要杀我们测费娘娘了 王爷 你快救救我 你救救我们的孩子 他们好怕啊 怎么会 王爷 是我们费娘娘 是我们费娘娘 费了我们家娘娘 从而成我没有退他 你相信我没有退他 王爷 我肚子好痛啊 王爷 我肚子好痛 王儿 王儿 韩太医 王爷 测飞气血大洞 孩子 没了 怎么可能 你为什么这么做 难道你又容忍不下一个孩子吗 为什么这么美 我没有对他是两次血 你还在脚业 就算你跟我儿子再不好 你也没必要如此害怕 难道他为了陷害你 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放过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很让我 够了 出去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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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孩子 孩子怎么缘了 你好好养身体 孩子 以后还会有的 孩子 我的孩子 别送我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我只不过是好心看望你 为了王爷 我先认为拒求全 他遇见如此的狠心 连我的孩子都不肯放过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呢 宇华 你说清楚 到底有没有推你 王爷 我不想看见他了 没事 本王陪你 够了 刘花 要说狠心 谁有你狠心 既然拿自己的孩子做起 我都自愧不如 你闭嘴 朱华 你不会真的相信他吧 姐姐 你走吧 看下你去 我只会想到我未出师的孩子 我最后再说一次 你滚出去 朱华 我真的没有 云苏 你不要再挑战伦亡的耐心 朱华 我走 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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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了 你给我休息 幸好 龙孙先生死之前 就为我配置好运点他的药 这是云苏你自己撞上来的 这一次 我看你还怎么留在王府 我看你还怎么留在王府 王妃你这是做什么 看得出来吗 收拾东西 离开王 王妃 离开了王府你要去哪 回陈相府吗 不管去哪 作弥在这受气气 王妃你冷静一点 王妃他毕竟是没了孩子 一时在气头上也是能够理解的 不如你等王妃消了气 再好跟他说说 王妃他是个聪明睿智的人 想必能够明白的 他聪明睿智 他明白个屁 他要是真的明白 就不会被刘老人那个白脸话 一次次的蒙蔽 王妃 您真的要走吗 你好不容易给王爷培养出感情 难道就这样散了吗 你说的对 不能这么离开 夫子的话 岂不是显得我很理亏 王妃 我不是这个意思 行 你继续收拾 我出去一趟 哎王妃 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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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出来 我知道你在里面 你出来 我们说清楚 王妃 王妃 什么意思 冷冒累什么 你出来 王妃还是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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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妃 王妃 王妃还是外人 灯 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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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王现在不想看到他 凭什么 朱莫诚 我今天来就是找你说清楚的 我告诉你我没有对那个刘婉 够了 本王对你一再地忍让 不是让你撒泼的理由 你真稀罕你的忍让了 我说了我没有做 你为什么就是不信 那个刘婉儿处的算我你都相信 以为婉儿的孩子没了 云苏 你难道就没有丝毫的礼物 你怎么这么冷静的心肠 最后再说一次我没有 我没有对的 够了 现在 这一刻给我滚回去 否则 本王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朱文哲 我真是感情的 恰恰不想见到 我说点苏语 王爷 又蓝王会回来了 不用 让他自己冷静一下 宫中情况如何 我看见王妃 这大晚上的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麻烦您让开 不要离开我 什么 离开王 王妃 这玩笑开的可有点大 我没开玩笑 我让开 这可不行 这可不行 王妃 您是不是和王爷闹别扭了 有事情就慢慢说嘛 这夫妻之间哪个不是床头吵架床尾 和王 不过不用再去 不过不用再去 今天我说什么都要离开王府 这 王佩 您等一下 老奴 这就去请示一下王爷 王妃 你这是做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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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介意直接死在王府 说什么我都要离开王府 这 的 王爷不好了 王辉要离开王府 他又在闹 王爷王辉这次不是闹 他真的走了 王爷快去看看吧 许骚 王妃真的走了 夫伯 你怎么不拦着点啊 我拦了呀 可王妃的性格 直接以死相逼 我不得不从啊 王爷 快去把王妃追回来吧 现在还来得及 他怎么 那这任由他呢 这是本王的预配 王爷 这不是您的提摊预配 怎么会到王妃这里啊 难道那天救你的人 真的是王妃 林苏 救本王的人 居然真的是你 海人 林苏给我抓回来 帅 行了 别抓了 王妃 这里黑漆漆的 no be ipo 王妃 我不如我们现在回王谷 明日白天再走吧 啊 现在回去做什么 招人白眼 放心 有我的 我怕啊 哎呀皇妃 完了 你这块预配我就好补了 我现在回去拿 哎 行了 就一块玉佩 不要 走 你说 你说 云苏那个贱人 离开王府了 可不是 怎么好一会儿 一会儿在门口 闹出好大的动静呢 嗯 太好了 既然那个贱人已经离开王府 这别打着活着 你去 王爷 陈哥哥 你怎么 本王给你一次敬 当初救本王的人是谁 这是怎么回事 王爷怎么会突然问起这个问题 难道他发现什么了 不 不可能的 王爷 你还是不相信我吗 够了 到现在还在骗我 救本王是假怀孕是假刘婉儿 你到底什么是真的 王爷 你你怎么啊 来来 这是云苏给本王的贴身预备 事到如今你还想怎么解释 王爷 我不是故意的 因为我爱你 我爱你啊 我怕你知道事情真相后 你就不要我了 所以是糊涂 王爷 王爷 我求求你 我们从头再来好 滚 王爷 我不允许你走 你去去找云苏对不对 我不允许你去 放开 不要 你是我的 你永远都是我的 今天是你我的 刘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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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一言一行 真让本王感到恶心 陈哥哥 求求你了 求求你不要走 好不好 本王给你一天的时间 明日过后 本王不想再往府看见 你 求老家你回来 你们什么人 又是你 我已经离开王子你还 你 你 什么是我 跟我回去 你又发什么疯 说明我走的是你 现在要我回去 抱歉 姑奶奶累了 数不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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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伯辰 你把我当什么 吵枝进来会认进去的奴才吗 我不会 我就想再看到你给我滚 说不论动 陈玉佩总在你这 给我 真的是你 什么是我 这是本王的玉佩 什么你的 这没 是你 那个刘萌就是你 什么刘萌 上次只是意外 本王其实一直在找你 这是到了什么 楚慕辰 你是不是故意跟我过不去 再过来听一听 爸爸 就当被狗咬了一颗 我 既然当初是我救了你 他现在你放我离开 我们两清了 事到如今 你认为本王会帮你走走 你 哎 送人你放开我 不认 你要再乱动 本王不介意和你重温一个月之前的时间 不知 我 放下来 我自己能走 那你还逃呢 逃个屁 还能逃得掉 我 还是 很想 我 楚慕辰 你可想好了 你带我回去 要是让柳策菲指的 不要给本王提醒那个人 不提就不提 你胡气那么大干什么 那么急 楚慕辰怎么了 难道 跟柳策菲 吵架了 他亲自来找我回复 那是不是说明 他还是在意我的 没想到 那个男人就是楚慕辰 那孩子的事 是不是 想看 就光明正大地看 本王允了 谁看你了 这种多情 又柳策菲 您这又是闹哪出啊 陈乐哥 求求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 我再也不会骗你了 求求你不要把我赶我走行不行 你我从无夫妻之事 出去之后找个好人嫁来 从今以后 世上再无留侧妃 你好自所持 陈哥哥 我和你十几年的情缘 那都是抵不过那个贱人的 露水情缘吗 你怎么就这么狠心 吴白 送我一小姐出府 莫白 送柳小姐出府 是 你放开了 说不起来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你还我回来 我还我回来 困在你的一娘 怎么样 打听到我又为什么没赶走呢 打听到了王妃 听说侧妃一直在骗王爷 当初明明是您救了王爷 侧妃冒出了你 然后还有假意陷害你 这一切被王爷发现 所以救了 原来是这样 难怪 我说那个刘王尔怎么那么狠心 为了陷害我 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放过 这样的话 一切就说得通 可不是 侧妃真不是个好东西 要不是他听说这个 恐怕你和王爷 这几次合理 胡说八道什么 我猜对他没意思 没意思 那为什么你还跟王爷别来 我这不是被逼的吗 可是行了 不许再搬了 出去吧 我 我 你来干什么 我不能来 我告诉你初花车 不要以为我回来了 就是原谅你了 那王妃 你要怎么样 不能原谅我 我 哈哈 啊 你你想干什么 你在紧张什么 谁紧张了 我我只是不习惯和别的男人靠得这么近 我也算别的男人 我趁你下流 那本王就再下流的给你看 我不要 你害怕了 我才没有害怕 我只是不不方便 你是不是还在怪我 对不起 之前的事是本王不对 但从今以后 本王只会对你一个人好 这一辈子 本王也只会有你一个女人 拥有为备天打雷鱼 你别胡说 你心疼了啊 胡说八道 不行 说着 我现在不行 为什么不行 是你不喜欢我 还是说 心里有别的吗 你别胡说 我怀念了 sunt